热点时评 某胖 疫情是乌纱保卫战 作者 杨老师看土星 播讲 夏秋年 大厨娘问我 你觉得二十年后 人们会怎么评价现在的动态清零政策 我回答 不用二十年 十年就会有结论 如果不影响经济 人们生活不受到太大影响 它会跟当年的抗击萨斯一样 是制度优越性的伟大胜利 但是 如果经济受到重创 失业率急剧上升 社会矛盾变得不可调和 它就会被认为是意识形态狂热 排斥了科学的防疫 基本属于类似于大跃进式的浩劫 大厨娘问 难道不能马上调整政策 进口国外疫苗 立即推广辉瑞口服药 最大限度的减少对经济的影响吗 我回答 那不就意味着这个政策错了吗 那怎么可以 所以咬着牙也得坚持 因为这涉及到乌纱 我这人是坚决的共存派 但我也不是完全的否定 目前的以行政手段来防疫的动态清零政策 我以前就说过 在疫情最开始的时候 病毒毒性很大 死亡率甚至达到了5%的状态下 由于我们体制的特殊性 政府拥有巨大的资源和权力的情况下 这样做是高效的 我们不能按照美欧的小政府的模式来看待中国的防疫 在防疫的上半场 中国模式显然是由于其他政府权力没那么大 民众自由权几乎无法剥夺的国家的防疫模式的 但是政策过去高效不等于现在正确 更不代表政策永远高效下去 现在奥密克戎严格上已经不是最开始的新冠病毒了 它只是一种针对上呼吸道 极少针对肺部的传染力超强的病毒了 那么还用疫情最开始时的极端管控措施 来处理现在几乎没有重症和微重症的病毒 显然就是不合适了 何况现在国外基本上都恢复正常化了 经济也在逐渐开始恢复 那么如果我们还固守 甚至因为意识形态的问题 不能从以前自己吹牛的胜利幻觉中醒来 死抱着动态清零的教条不肯改变 那么就可能成为笑话 譬如说现在的上海 为什么出现这么多问题 其实就是原来的精准防疫被现有的以计划经济思维为底色的动态清零打乱的结果 病毒的毒性越来越弱 传播力越来越强 为什么还搞防疫运动呢 如果我们站在科学的角度 轻症根本是不需要干预和治疗的 无症状感染者也不需要动辄限制自由 可是政府为什么非把他们拉去集中隔离 甚至把婴幼儿也从父母身边带走呢 上海这样的城市停摆 非常令人悲哀 经济损失是巨大的 民生受到的影响是惨痛的 为什么要采取如此极端的防疫措施 而不给上海一次机会 让上海的专家根据他们的科学知识去防疫呢 为什么不能借鉴国外的治疗方案 非要给患者发只能当安慰剂的无用的中药呢 什么中西医结合 不要这个面子不可以吗 为什么不能只收治重症患者 而让整个城市正常运转 人员自由流动呢 轻症患者就让他居家隔离好了 或者无症状感染者也要求他在家隔离 把现在病毒的性质告诉民众 消除他们的恐慌 至于搞得像现在这样 仿佛上海出现了一场战争吗 本来没啥大事 结果却人为的搞出很多事情 甚至造成了不必要的死亡 引发大家对政府执政能力的质疑 何必 我建议国内的大小官员 都读一读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 并军和钢铁 了解一下并军在人类发展中的作用 人类其实是在与并军作战共存中 才逐渐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人类与并军之间的生存竞争 才让人类更加强壮以及智慧 也就是说没有并军 人类不大可能进化成现在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的官员为什么要对一种 很可能会促使人类增加抵抗力 甚至会使人类生活方式发生改变的并军如此恐惧 实际上防疫发展到现在已经完全走了样 更像是为了意识形态或者是某些人的面子在防疫 且不关心制造业受到怎样的冲击 商业如何萎缩 金融业如何失去腾挪空间 连急症病人得不到救治 市民没菜吃 个体户破产 打工人没收入 没饭吃 甚至连物流都逼于崩溃 似乎都没有人在乎这些 这是为什么 在清零的框架下 难道某个城市的决策者就没权限或能力允许医院救治急症病人 没权限或能力通过组织调配给市民都送菜 没权限或能力给受清零影响的人多发些补助度过难关 显然是有的 但是他们就是不做 为什么 因为他们在政治挂帅的环境下 绝不可以做有利于民众的事情 究其根源 他们的权力不是民众赋予的 而是上面授予的 那么当上面有了清零的执念 也就是说不清零就意味着跟美欧一样 也就是证明自己错了 那就意味着信誉的崩塌 所以无论如何也是要硬着头皮做下去的 那么具体到某个城市的决策者 他怎么可能为了科学经济和化解民众的不满 而丢掉自己的位置 在权力对下不负责 一票否决的制度存在 以及病毒虽然毒性下降 但传染力越来越强的双重作用下 显然共存是不可取的 因为那会导致权力的失去 于是必须做点什么事情才能保证和巩固自己的位置 而实际上所有人都明白病毒是不可能清零的 你今天压灭了这个城市 后天其他城市还会发生 循环往复 周而复始 但是你做了上面要求的事情就有的解释 甚至无责 而你不做 那就意味着你无能 立马就要走人 所以说明知道清零不可取 那也要做 因为清零虽然很耗费资源 会打击经济 但是可以很好的管理社会 可是采取科学的防疫措施 那就意味着可能会承担难以承受的风险 一 病毒并不会天然的朝着人畜无害的方向突变 万一出现毒性更强的变种怎么办 二 共存之后会不会发生大幅度新增死亡病例和击穿医疗体系怎么办 所以 为了乌杀 只好采取宁杀错不放过的措施了 至于说会不会在20年后 让后人说是类似反右文革 大跃进之类的政治运动 谁在乎 反正那时候早都退休了 接下来 我们要关注上海这件事向哪个方向发展 如果这次上海不能以科学的方式去防疫 还是靠行政命令去防疫 甚至是发挥体制高效的优势 以最快的速度恢复生产和正常生活 那么 这就会成为一个范例 每发现一个病例 就会封一个区 甚至封一个城 轰轰烈烈 永不停息 因为没有人不在乎自己的乌杀 没有人敢去探索所谓的科学防疫模式 但是如果强压压不住 被迫调整防疫政策 譬如现在的某村 向欧美澳洲日韩看齐 放开管制 普通人感染奥密克戎变异病毒 相当于接种疫苗加强针 基本不搞封锁 只是把人才物力集中在年老体衰多病群体的防治重症 那就是皆大欢喜 老百姓能出去做生意打工 赚钱吃饭 官员们也不会因为防疫不利 动辄被撤职 即便是出现大面积的感染 但是因为重症比较少 医疗资源也不会被击穿 经济也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民众的不满也不会太多 一切会向哪个方向走 月底之前见分晓 全文完 明镜需要您的感染